新竹市准市长高宏安站在正中间 所有人手握手 这些就是要和他一起携手向前的小内阁人选 神秘了好一段时间 19号上午终于公布第一波人选 新竹市政 副市长任用了现任检察官蔡立青 秘书长则是延览了现任台北市地震局局长张志祥 教育处长由现任的新竹县中正国中校长佟凤娇出任 而地震处长是来自台中地震局的何献旗 最后准明镇处长延一棋 曾任前新竹市市长许明才的秘书 观察下来有不少人选 都是来自国民党各县市首长的市府团队 蓝白和异卫是不是有点浓厚 并没有说什么一定是什么样的党派 或者是说他是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个 我想说就是不同的首长的任用 我相信这一些 这台湾就这几个党 你怎么选来选去 大概如果是在公务经验公务人员上面 大概他可能很多任都服务过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并不是说所谓的故意要去做什么蓝白和 或什么都没有 强调没有蓝白和 不过高宏安的副手人选也引发关注 毕竟高宏安从选前到选后风波缠身 上周才被检方依贪污罪交保 这周就公布副手是检调人员来出任 不免让人联想 是不是和他自己的官司有关 当然是没有关系的 私人跟这个公务的部分 我想在新竹市政府的部分 我们是以新竹市政的市政为主 那个人的这些司法的问题 我相信就是我们就尊重检调跟司法 再过一周就要上任 公布了首播内阁人选 但高宏安的官司还在持续 如果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以上的刑度 市长职位就有可能被停职 对准市长而言 恐怕也只能且战且走 TVBS新闻陈盛文城市民众 宣言SNG小组新竹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或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